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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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eLab主窗口是MateLab的程序窗口 它除了嵌入一些功能窗口外 主要包括功能区 快速访问工具栏和当前文件夹工具栏 在功能区提供了三个选项卡 分别为主页、绘图和应用程序 不同的选项卡有对应的工具条 可以通过其中的命令按钮来实现相应的操作 快速访问工具栋梁也包含了一些常用的操作按钮 包括文件存盘、文本复制、粘贴等等 当前文件夹工具栏用于实现当前文件夹的操作 命令行窗口用来输入命令 并显示命令的执行结果 用户的大部分操作都是在命令行窗口中完成的 在命令行窗口中 两个大于号叫做命令提示符 表示MateLab处于准备状态 可以接收并执行MateLab命令 在命令提示符后输入命令 并按下回车键以后 MateLab就会解释执行所输入的命令 并且在命令后面显示执行结果 例如我们在命令行窗口输入第一条命令 给变量R复值为10 再输入第二条命令 求π2的平方并将结果负给变量S 再来看第三条命令 求1减2分之1加3分之1 一直到加11分之1减12分之1 并将结果负给变量S 这个命令很长 如果命令行很长 我们可以分成两行来输入。 在第一个命令行之后,加上三个小数点并按下回车键, 然后接着在下一个物理行继续输入命令的其他部分。 这三个小数点称为续航符。 续航符的作用就是可以把下面的物理行看作是本行的一个逻辑继续。 当前文件夹是指MateLab运行时的工作文件夹。 为了方便管理文件,用户可以将自己的文件夹设置成当前文件夹。 这样,用户的操作都将在当前文件夹中进行。 例如,如果建立一个M文件, 那么这个M文件将自动存放在当前文件夹中。 那么如何设置当前文件夹呢? 有两种方法。 一,是在当前文件夹工具栏或当前文件夹窗口,选择某文件夹为当前文件夹。 另外,也可以使用CD命令来设置当前文件夹。 下面看实际的操作。 先在E盘建立一个Walk文件夹。 然后在MateLab命令行窗口使用CD命令,将Walk文件夹设置为当前文件夹。 命令执行后,E盘下面的Walk文件夹就为当前文件夹了。 当前文件夹工具栏和当前文件夹窗口也都同步发生了改变。 后面,用户的操作就都是在这个Walk文件夹中进行。 大家要注意,一定要先建立文件夹,再将这个文件夹设为当前文件夹。 看例子。 这里试图将E盘下不存在的Walk1文件夹设为当前文件夹,结果出现了错误信息,显示Walk1文件夹不存在。 工作区也称为工作空间,它是MateLab用于存储各种变量和结果的内存空间。 工作区窗口可用于变量的显示和操作。 例如,在命令窗口创建了变量A和X。 同时,在工作区窗口是以表格形式来显示变量A和X的名称、取值等信息。 而且,在工作区窗口还可以对变量进行编辑、保存和删除等操作。 在了解了MateLab的操作界面之后,我们再来学习MateLab的搜索路径。 当用户在命令行窗口输入一条命令后,MateLab将按照一定顺序依次寻找相关的命令对象。 常用的命令对象包括变量名、内部函数名、程序文件名等。 MateLab的搜索顺序是首先检查这个命令对象是不是一个变量。 然后,检查这个命令对象是不是一个内部函数。 再检查这个命令对象是否为程序文件。 而程序文件的搜索顺序是首先在当前文件夹中搜索,然后再在文件搜索路径中的文件夹中搜索。 下面我们看实际的操作。 第一条命令是Clear命令。 命令执行以后将清除工作区的全部变量。 第二条命令,调用Sine函数,求一弧度的正弦函数值。 第三条命令,建立一个与正弦函数同名的Sine变量。 它的值是包含五个元素的向量。 第四条命令,是把Sine1的值负给X。 X的结果为1,说明这个命令是引用Sine变量的第一个元素。 从这个结果,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就说明当遇到有同名的变量名和内部函数名时,根据Matlab的搜索顺序,变量名优先。 下面请大家思考一下,如果这时要调用Sine函数,该如何操作呢? 我们可以在Matlab工作区窗口删掉定义的Sine变量。 那么,再用Sine就代表内部函数了。 所以,在定义变量时,一般不要使用在Matlab中已有特定含义的词,例如Matlab中的内部函数名。 接下来,再看如何设置文件搜索路径。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用Path命令设置文件搜索路径。 例如,在命令行窗口使用Path命令,将一盘下面的Walk文件夹纳入文件搜索路径中。 第二种方法是用对话框设置文件搜索路径。 选择Matlab主页选项卡。 在单击环境命令组中的设置路径命令按钮。 在设置路径对话框中进行设置。 通过这两种方式,将用户的工作文件夹纳入到Matlab文件搜索路径中。 Matlab就能够直接搜索到用户工作文件夹下的文件了。 下面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 一,如果在当前文件夹和搜索路径文件夹下, 建立了一个同名的M文件。 那么在命令行窗口输入文件名时,执行哪个文件呢? 第二个问题。 如果用户建立的文件既没有保存在当前文件夹下, 也没有保存在文件搜索路径中。 那么在命令行窗口输入文件名时,会出现什么信息呢? 按照前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到答案。 第一个问题。 根据Matlab的搜索路径,程序文件的搜索顺序是首先在当前文件夹中搜索, 然后再在文件搜索路径中的文件夹中搜索。 所以执行的是当前文件夹下的M文件。 第二个问题。 同样根据Matlab的搜索路径,如果用户建立的文件既没有保存在当前文件夹下, 也没有保存在文件搜索路径中。 那么Matlab就找不到这个文件,系统会给出错误提示信息。 今天这节课,我们给大家介绍了Matlab的系统环境。 这是使用Matlab的基础。 今天的课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课再见。